我前一段时间检查的 我这个地方是乳房当中 结结和流 大夫说是癌症 然后刚才牧师祷告的时候 我就释棒 然后就从这里面 就往外出东西 感谢神 最后又出东西 然后又这个地方 像个东西一样 像个东西一样 像一个东西一样 在这里 我认为是谁在吻我 我认为是姊妹在推我 在为我祷告 然后我就睁眼看了一下 也没有 然后就是一个黑的黑团 你感受是不是 你感受 我感觉到 有个黑东西在这里 慢慢慢慢慢慢 我相信这是神 在医治我 我一开始宣告祷告 然后我就看到 就是他这样 慢慢慢慢走 走到这里就没有了 就消失了 我相信神是在医治我 然后我就 就心里非常的有喜乐 被圣灵充满 然后感谢神 我知道神这是神在我身上做的功 我知道神要在我身上荣耀祂的名 感谢主将荣耀归归我们的神 很痛 很痛 那都痛了有一个多月了 就是神借着你为我祷告 从那以后就是我道道释放 也被圣灵所充满 然后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疼过 再也没疼过 我回到家里来了以后 我又到吉林去检查 他就说 我又去夫查了一下 夫查我想给你打个电话 给你说一下 然后大夫就说 他说的没有事 没有问题 我就想着神为我而死 我就为神而活吧 把自己来当作活祭 摆在祭坛上求神使用 神愿意怎样使用我 我都愿意 神使用我传福音 神使用我传福音 还有去探访那些病号 不过从回来到现在 神肯定检选了 有很多的灵魂 我签